唐三目立凝聚 凭他的子鸡魔童自然看得要比七宝刘立宗那名弟子要远得多 五百米的距离瞬间拉近 是不对 村子好像遭受了破坏 很多农户家的房子都破损了 而且是用钝器破损的样子 还有血迹 血迹尚未干涸 应该发生不久 那名七宝刘立宗弟子目瞪口呆地看着唐三 心中暗想 这么远也能看得到 你不是装的吧 但是 是莱克奇怪的其他人却都没有任何质疑的意思 白晨香道 三哥 我去看看 唐三点了下头 战斗白晨香或许不行 但比速度 就算是敏攻系的朱竹青也未必强过他 他还能飞 自保是毫无问题的 白影一闪 白晨香已经窜了出去 身体在半空之中 背后双翼展开 瞬间就化为一个白点 升入高空而去 通过奇怪与剑斗罗那一战 他深深的明白 自己与这些年轻一代翘楚之间的差距 这次随奇怪初开 他总要展现一下自己的能力 做好自己能够做到的侦察工作 盖墓白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白晨香使用武魂 朱竹青赞叹道 好快的速度 不愧是纯米系魂师 要是他的魂力等级再高一些 恐怕我们连他的身形都捕捉不到了 唐三微笑道 我们就在这里等一会儿 时间不长 白晨香已经急飞而回 速度比离去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几乎只是在空中看到一个白点 下一刻 他就已经落在了众人面前 当他落在众人面前时 史莱克奇怪发现 白晨香的脸色极为难看 苍白如指 胸口还在不断的起伏着 仿佛强忍着什么似的 马洪俊刚想上前去问问 白晨香却猛地扑到旁边的一株大树旁 大吐起来 史莱克奇怪面面相觑 奥斯卡忍不住道 胖子 你不是对人家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吧 想想这姑娘不错 你可要对人家负责呀 马洪俊翻了个白眼 伤天害理你一点 我连他小手都没拉过 一边说着 他已经跑了上去 轻轻地拍着白晨香的背 将自身魂力柔和地传输过去 令他舒服一点 戴墨白沉生着 恐怕是有问题 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恐怖 或者恶心的事 白晨香几乎是吐进了胃中的一切 才渐渐缓了过来 在马洪俊的辅助下 回到众人面前 唐三眼中光芒一闪 问道 想想 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白晨香眼中流露出强烈的惊惧之色 死人 到处都是死人 就在村子后面 大地都让鲜血染红了 至少有一百多具尸体 他们死得好惨 被一群装束奇怪的人杀的 拖着他们的尸体 就往后面的山里走 很多人内脏都流出来了 那些装束奇怪的人 甚至还用长毛 挑着小孩的尸体 哪怕是在高空之中 我也能闻到浓浓的血腥味 太惨了 真是太惨了 没死的 好像只有一些年轻的女人 说到这里 他又忍不住 干呕起来 从小到大 他什么时候 见过这样血腥的场面呢 听他这么一说 众人的脸色都沉了 戴木白和唐三对视一眼 唐三道 荣荣 朱青 你们留下来 帮我暂时照顾一下小五 小傲 你保护他们 木白 胖子 我们走 一边说着 唐三左手抬起 眼中蓝光闪耀 三脚铁状的汉海乾坤照 滴溜溜旋转中 从他眉心处 释放而出 一道醇厚的魂力 凭空输入其中 蓝光骤然绽放 将除了戴木白 马洪俊 和他自己之外的其他人 笼罩其中 史莱克奇怪 默契已久 宁荣荣从唐三手上接过小五 众人聚集在马车旁 奥斯卡道 一切小心 一边说着 右手一挥 低声念动咒语 十余根恢复大香肠 和解毒小腊肠 递给马洪俊 唐三三人腾身而起 朝着村子的方向而去 而他们先前所在的位置 马车和众人 却都已经消失了 汉海乾坤罩的汉海护身罩 防御与隐身效果发动 这东西神奇就神奇在 它的有效范围 只要唐三留下一丝精神力 寄予其上 哪怕是远隔百里 也能将其收回 而且通过精神的联系 也根本不怕找不到 三人速度全面展开 很快就绕过了村子 顿时 他们也闻到了 那浓重的血腥味 虽然还没有看到人影 但从被鲜血染红的地面 就能看出 之前在这里发生过的杀戮 是多么惨烈了 地上甚至还流着一些脏气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味道 唐三和戴木白还好一些 胖子的脸色就变得有些难看了 唐三毕竟是经历过杀戮之都磨练的 在那里见过了太多的杀戮 而戴木白作为新罗帝国太子 自然也没少见识过这些血腥的东西 胖子虽然也见过死人 但这么浓的血腥味道 他却还是第一次感受 戴木白鼻子微微动了动 只向左前方道 他们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像是强道 走 三人再次动身 在他们眼中冷意 正在无形的蔓延着 前面不远处 是一片风鸾叠障的山脉 这里的山都不高 而且很适合植物生长 到处都是山林 要追踪那些目标太简单了 只需要跟随着地面流下的血迹 就根本不会跟丢 三人进入山林 很快就追上了他们的目标 远远的三人已经看到前方一片密集的身影 唐三运转子鸡魔童定睛看去 看到的竟是一片尸体 哭喊声不断从前方传来 盖木白就要冲上去 却被唐三拉住了 先观察一下再动手 多年的磨练 已经让他学会了谨慎 三人顺着山林侧面摸了过去 也渐渐看清了那些强盗的模样 说是强盗 感觉上那些却并不像是人类 强盗的数量 大约有三百左右 身材都极为雄壮 每一个都有两米开外的身高 坚实着体魄 最为奇特的是 他们的头发都是灰色的 身上毛发极重 看上去就像是野人 嘴唇向外突出 露出两颗比普通人大上数倍的悬崖 脸上还都涂抹着绚丽的油彩 看清对手 戴木白斜眸双瞳 渐渐竖立起来 低声向唐三和满红俊道 是狼道 没想到 天斗帝国中竟然也有狼道 唐三疑惑地看向戴木白 戴木白沉生道 狼道可以说是人 也可以说不是 他们是人类 与一种名为疾风魔狼魂兽的结合体 四元素学院那个风啸天的五魂 疾风双头魔狼 就是疾风魔狼的变异增强体 只不过 五魂并不会具有疾风魔狼的一些本性 疾风魔狼 生性奇隐 几乎可以与任何和自己体型相近的生物交配 而且 最喜欢坚引人类女性 当他们与人类女性交配后 就会生下狼道这种特殊的种群 可以说是半狼半人的怪物 狼道天生 具有疾风魔狼的体魄 速度和一些天赋能力 也同时具有了一定的人类智慧 极其嗜血贪淫 凡是有狼道的地方 那里生活的人就要倒霉了 这些狼道 不只是抢掠 而且会将人类杀死后 所谓他们的粮食 女人暂时留下来 未曾怀孕的 也同样会成为他们的食物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带来那些村民尸体的原因了 唐三和马红俊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但严重的杀意也顿时变得更强了 戴木白沉生岛 这些狼道并不好对付 五百名狼道就能战胜万人级别的正规军 狼道力大无穷 还能一定程度的操控风的力量 就相当于是低等浑兽的存在 没名狼道的实力 都不亚于二三世纪的浑兽 而且他们生性嗜血 一旦遇袭 不死不休 极难对付 幸好小三尽慎 不然我们冲上去 就要面对他们的围攻呢 马红俊忍不住道 那怎么办 就这么算了 戴木白朗哼一声 在我们兴罗帝国 曾经有几个到处流窜的狼道 一害无穷 既然我们碰到了 怎么能就这么算了 小三 你来安排吧 说什么 我们也要将这些狼道杀掉 正面对抗 我们无法战胜这么多狼道 但总有别的办法吧 唐三双眼微眯 如果是曾经和他一起在杀戮之都闯荡过的胡列纳在这里 立刻就会辨别出 这是唐三每次杀戮前会出现的神情 衣服的破搏声从唐三背后响起 血红色的八猪毛破背而出 渐渐在他背后展开 暗杀 不杀光他们 绝不离去 这种生物 本就不应该在大陆上存在 跟我来 一边说着 唐三脚下散发出一圈蓝色光运 快速的向周围散开 这里是山林 自然少不了兰茵草这种生命极其旺盛的植物 唐三的精神力在兰茵领域的作用下 飞速蔓延 戴木白和马红俊都感觉到 自己眼前出现了一层奇异的景象 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清晰起来 兰茵领域不但赋予了他们庞大的生命气息 而且也与他们的精神力连接在一起 当然 这和宁茵荣的幻知空间相互传递精神力不同 只能是唐三单向传导给他们 而唐三传给他们的 正是通过兰茵领域增幅后 精神力对那些狼道位置的探查 唐三抬手前指 身体下伏 胸口距离地面只有半尺左右 完全用八猪毛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飞速前行 马洪俊和戴木白也同时加速 紧跟在他身后 三人就这么向那些狼道背后摸去 很快 他们就已经追到了狼道大军的后方 经济着兰茵领域对气息的掩盖 尽管那些狼道的嗅觉极为灵敏 也无法发现他们 更何况 还有那些村民们尸体上散发的血腥气息掩护 距离越近 唐三三人也越能看清那些村民们尸体死去的模样 在山林中 如履平地的狼道们 甚至一边走 一边撕下一些尸体上的筋肉 送入口中大嚼 在接近到只有二十米的时候 唐三停了下来 兰茵领域的作用充分显现出来 不需要说话 在他传导给马洪俊和戴木白的精神力中 已经锁定了最后面的三名狼道 唐三指了指自己 再指指中央那名狼道 戴木白和马洪俊同时点头 表示明白 三个人 就像是隐藏在森林中的三名暗影猎手一般 悄然窜了上去 八猪毛谈动 此时的唐三 就像是一只人面魔猪般悄然谈起 身体在空中蜷缩 八猪毛也收回在身边 尽可能地不发出破空之声 当他来到那名背负着尸体的狼道背后时 把根血红色的长毛骤然舒展开来 一根粗大的蓝银黄从手中甩出 正好捆在那名狼道的嘴上 扑的一声轻响 八猪毛已经强横地刺入那名狼道体内 狼道身体一僵 想要叫喊 但那勒在他嘴上的蓝银黄却骤然变得粗大起来 一根根尖利的毒刺 直接刺穿了他的嘴部 别说是叫喊 就是张嘴也无法做到 八猪毛上血光一闪 那狼道的身体顿时变得干瘪下来 缓缓瘫软 唐三右手依托他背在背后的尸体 将那名村民与狼道干瘪尸体同时倾放在地上 抬手扶拢村民死不明目的双眼 暗暗地对他说道 放心吧 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的 在唐三这边展开行动的同时 戴木白和马洪俊两边也都动了起来 戴木白的行动最为直接有效 在窜出的同时 武魂已经释放而出 当他那比狼道还要强壮的多的身体窜到对方背后时 结果就已经注定了 两只粗大的狐掌 一只按在对方后脑 一只捂住了狼道的嘴 双手一错间 狼道那粗壮的脖子就像是面条一般被轻易翻转 整个头扭转180度 正好和戴木白来了个脸对脸 那狼道一生中最后看到的 就是戴木白那双眸协同中散发的森然杀气 马洪俊杀人的速度也一点都不比唐三和戴木白慢 为了怕释放武魂后 使空气中温度变化而暴露 他没有使用自己的武魂 肥胖的身体灵巧的接近那名狼道 右臂骤然变得通红 衣袖瞬间化为飞灰 右手直接按上了那名狼道的头顶 正是他火焰右臂魂骨技能内陨爆发 只见那名狼道乞巧这种轻烟冒起 身体在抽搐中缓缓软倒 大脑已经被马洪俊打入的火劲 烧成了飞灰 三人几乎是同时小心翼翼的将尸体放倒 对视一眼继续前行 在他们经过的路上 留下了一句句狼道的尸体 用同样的方法 一会儿的功夫 就已经干掉了二十多名狼道 而且没有被前面的发现 就在他们第八次悄然扑向前面的狼道时 三人的目标中 一名狼道突然停了下来 转过身体 扯开裤子要拉尿 正好看到扑向自己的戴木白 戴木白反应极快 胡掌骤然前探 一把掐住了狼道的脖子 将其拧断 但在他掐住对手前的一瞬间 那名狼道还是发出了一声闷哼 又是三具尸体倒下 但这一次也惊动了前面的狼道 顿时狼嚎声在山林内响成一片 百余名狼道同时回过身来 退 唐三冷静地低喝一声 地面上的蓝银草骤然疯涨 缠绕着距离他们最近的十余名狼道身体 只见他双手虚幻般的闪动中 十余道精芒闪过 那些腿部被缠绕住的狼道 顿时哀嚎一声 痛苦地捂住眼睛滚倒在地 他们的右眼之中 都多了一枚长达三寸的透骨针 直刺入大脑之中 滚到地上时 已经失去了生命 三人同时暴退 而他们面前也是大片的青光涌动 数十道锋刃席卷而至 将他们先前所在的位置 切割的一片狼藉 正是狼道的天赋技能 马洪骏和戴木白的速度都不算太快 但他们身边还有一个唐三 两根蓝银黄分别缠绕在他们腰间 伴随着八猪毛暴退 唐三扯着两人的身体 飞快地窜出百米之外 狼道发现众多同伴被杀 一个个顿时变得双眼通红 四肢着地疯狂地朝着他们的方向冲了过来 速度奇快无比 将他们自身狼的特质完全发挥出来 四肢弹出长达三寸的力爪 强健的肌肉 推动着他们在山林中纵跃如飞 这些狼道很有头脑 不只是正面追击 还有大量狼道从两侧绕开 准备断了唐三三人的后路 小三 硬拼吧 戴木白大喝一声 面对大量的狼道 他胸中的杀鸡已经被完全激发出来 虎被狼追 这是他忍不了的 唐三简单地判断了一下形势 后退之势戛然而止 一圈白色光环猛然从他脚下绽放开来 正是杀神领域释放 与此同时 他身上释放出的蓝光也骤然增强起来 森林中的蓝银草仿佛都活了过来 以唐三的身体为中心 直径一百米范围内 所有蓝银草都开始了疯狂的生长 拼命的缠绕向那些狼道的身体 正是蓝银领域进化技能 蓝银范围缠绕发动 戴木白和马红俊的身体 被唐三同时甩了出去 都是落向狼道最密集的地方 而他自己也瞬间弹起 八珠毛在空中伸展开来 整个人笔直的切进狼道群中 虎入狼群 戴木白第一第三两个魂迹同时释放 在白虎护身杖和白虎金刚变的作用下 他身体暴涨到两米五开外 全身毛发完全变成了金色 呼爪上利刃弹开 以最直接的肉搏展开了与狼道们之间的战斗 正面一名未被蓝银范围缠绕限制度的狼道 腾空扑来 戴木白狂吼一声正面迎上 双手呼爪高抬过头 金光闪烁中交叉下挥 扑的一声 空中顿时爆起一团血雾 那只狼道已经在他极其锋利的呼爪下 被切成了碎块 而在狼道强烈的冲击中 戴木白却是半步不退 马红骏也再也不需要掩饰自己的武魂 炽热的火焰爆发开来 在浴火凤凰的增幅下 一道凤凰火线已经将面前一名狼道 缓为灰烬 凤翼天响展开 肥大的身体滴溜溜一转 行借着巨大的火焰双翼 硬是将周围七八名狼道身上 附着上了赤金色的凤凰火焰 唐三眼神骨颈无波 身体切入狼道群中 这些狼道确实强横 尽管下身被缠绕住了 但仍旧不忘发出一道道锋刃攻击 同时挥动着狼爪 撕扯缠绕住自己的蓝银草 扑的一声 唐三一根八柱某贯穿了一名狼道的身体 同时身体在空中偏转 化为绿色的右手直接抓住了一只 拍向自己的狼爪 刺耳的鼓猎声从狼爪传来 一根八柱毛也同时刺入那名狼道内下 嗜血的八柱毛变得更加艳红 每杀一名狼道 他就会全力抽取狼道的生命力 注入唐三体内 令唐三杀性更生 八柱毛在这个时候就展现出了其恐怖的杀伤力 别说是被刺穿 哪怕是被划破一点 那恐怖的剧毒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令狼道贪软倒地而死 狼道的锋刃攻击并不能给三人带来太大的麻烦 毕竟他们的攻击抢夺还是差了些 戴木白是凭借自己白虎金刚变状态下的身体硬长 马红骏则是用浴火凤凰和凤意天降的炽热火焰化解能量冲击 而唐三却凭借着他那奇妙无比的鬼影迷宗布就那么在锋刃的间隙中穿行 戴木白一边杀戮着周围层出不穷的狼道 偶尔一眼瞥向唐三时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倒在唐三身边的狼道竟然比他和马红骏加起来杀的还要多 此时的唐三不只是有八猪毛 他的双臂也宛如虚幻中闪耀的死神之手一般 根本看不清他双臂是如何动作的 不断有一道道恐怖的精芒从他手中挥散而出 索取的位置都是狼道双眼咽喉 太阳穴心脏下体这些要害位置 只是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就有超过四十名狼道倒在他身边 宛如幻影般不断变换着自身位置的唐三 此时在戴木白的眼中 就像是一名地狱修罗 全部三百余名狼道 此时已经有三分之一死在了他们手中 但剩余的狼道还有两百之多 此时已经将三人完全围在中央 蓝银范围缠绕的效果渐渐消失 这些挣脱了束缚的狼道 根本不但没有因为同伴的死亡而胆怯 反而发起了更加疯狂的攻击 鲜血令他们被刺激的双目已经变成了血红色 唐三三人之所以都选择了近身搏斗 并非因为这样能够最快的杀伤对手 正相反 像马红骏和戴木白都有大范围杀伤技能 但是那也会大幅度的消耗他们的魂力 近身搏斗虽然惊险一些 但对魂力的消耗就要小得多 至于他们的体力 那可是经过大师魔鬼训练的 有都服用过鲜品药草和魂环魂骨对身体属性的提升 按照现在的形式发展下去 就算他们将这些狼道杀光 也不会耗光体力 木白当心 唐三的大喝声在戴木白耳边响起 尽管在奋力杀戮 但他一点也没有忽视周围的情况 蓝银领域清晰的把战场上每一处的变化 不断传入他脑海之中 只不过在这剧烈的搏斗之中 他已经顾不上通过蓝银领域 给自己的伙伴共享了 就在戴木白侧面 一只体型格外巨大 毛发呈青色的狼道 悄然扑制 他没有发出一点声息 看上去更相似于狼 粗壮的身体周围 有一层淡淡的清光涌动 正是这清光对空气和自身气息的控制 才令戴木白也没有发现 这只青色狼道出现的同时 在唐三和马红骏背后 也各自出现了一只正悄悄的扑向他们 青色狼道出现之前 那些普通的灰色狼道并没有停止他们的攻击 而且攻击的更加猛烈 极为有效的替那些青色狼道吸引了唐三三人的注意 在这混乱的环境下 如果不是蓝银领域 还真的很难发现他们的存在 戴木白猛然转身 一口白虎烈光波就喷了出去 正好迎上了那青色狼道的突袭 那青色狼道虽然体积要比普通狼道大了许多 却非常灵活 面对戴木白的攻击瞬间伏低身体 紧接着全身出现了虚幻般的光影 仿佛整个身体都紧贴在地面向前滑行一般 竟然钻过了戴木白的攻击 当他身体扬起时 已经来到了戴木白面前 两只前爪从下向上撩起 锋利的黑色狼爪带起宽达一米的青色光刃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月牙状 竟是要将戴木白从下向上开膛破肚 马红骏和唐三那边也同时遇到了攻击 攻击马红骏的那只青色狼道 骤然加速之中 全身化为一团青色虚影 直接朝马红骏撞了上去 他选择的机会极好 正是马红骏用自己的火焰双翼拍飞两头普通狼道 身体露出破绽的时候 无奈之下 马红骏也只能双手带动翅膀回收 挡在自己身前硬吃他的遗状 诡异的是 那只青色狼道 眼看就要撞上那凤凰火焰的双意识 竟然违反了自然规律般 硬生生的停滞在半空之中 巨大的狼身猛然向后攻起 就像瞬间拉成满月的一张大弓 两只前爪合拢在头顶上方 星光暴射 化为一道长达两米的青色光刃 披头盖脸的展向马红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